大家好 我是演员胡歌 大家在墙上看到的这22位影星 在1962年被评为新中国人民演员 这是当时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 通过四大电影场的推荐 以及基层调研评选出来的 在当时他们的相片 被悬挂在各大电影院的大厅中 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 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 要知道在那之前 电影院里悬挂的都是 前苏联电影明星的相片 在这22位表演艺术家当中 就有被誉为中国影坛 东方女神的秦宜老师 那一年已经是她从艺的 第23个年头了 秦宜1922年生于上海 从小就对文学和电影 极度热爱 抗战爆发后 16岁的秦宜为奔赴抗战前线 而离开家庭 辗转来到重庆 作为抗战时期文化中心的重庆 话剧运动形成了空前的高潮 秦宜在当时的著名导演 史东山和应云卫的鼓励下 进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场 成为一名实习演员 参演了个人首部电影《好丈夫》 而对于为什么要从事文艺工作 秦宜却是在与周恩来的一次见面后 才慢慢感悟出来的 我说我现在演戏很少 我是在混混 总理就说你知道你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多少人千千万万的人 在你们的歌声鼓舞下 走上前线 欲去奋战 取得胜利 你知道吗 我确实是好像是天不怕地不怕了 就是真是这样鼓舞大家走上前线的 那是周总理的提醒 而且他认为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啊 你好好做 我说好好好 从此演话剧拍电影唱革命歌曲 在秦宜看来就是她参与革命的一种形式 在话剧舞台 出演《大地回春》中的女主人公 一位资本家的女儿 黄树慧一角 让秦宜一下鸿遍全国 新中国成立后 到1966年的17年间 广大电影工作者 创作了白毛女 女蓝五号 铁道游击队 青春之歌 等大量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 并具有鲜明民族特色风格的优秀影片 秦宜等一大批优秀的电影表演艺术家 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代表形象 1957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日报 联合举办国产新片评选 铁道游击队被评为 最受观众欢迎的十部电影之一 直到今天 它都是观众非常喜爱的经典老电影 当时在拍摄这场扔手榴弹的戏的时候 秦宜老师花费了一番功夫 导演要求要把手榴弹正好扔到 陈述老师扮演的鬼子的脚后跟 试拍了几次都不成功 于是秦宜老师想了个办法 无论是在走路的时候 还是在吃饭的时候 他都死死盯着陈述老师的脚后跟 没想到在正式开拍的时候 他成功了 快扔手榴弹 快扔手榴弹 你没拉弦当然不会响了 1957年上映的女蓝五号 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体育题材影片 秦宜饰演的林杰在旧社会是位篮球运动员 面对家庭社会的阻挠 让他更反抗不公平的待遇 渴望迎来新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 他得意与昔日恋人重逢 改变了自己和女儿的命运 为了拍摄女蓝五号 秦宜老师在篮球队 学习体验了整整两个月 虽然在影片中很少有打球镜头 秦宜坚持和真正的女蓝队员同吃住 清晨四点起床训练 感受他们为国家荣誉拼搏的精神 当时新中国百废戴心 体育事业刚刚起步 女蓝五号通过新老篮球运动员的经历 和爱情上悲欢离合的遭遇 反映出体育事业在新旧社会的对比 展示了女性解放的思想 也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一名演员的素养 就是这样练成的 秦宜老师用演电影的方式 表达他的爱国情 所以这部电影拍摄得极其真实 他的敬业态度 让我们由衷地敬佩 小林 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 一九五九年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县礼影片 青春之歌 是秦宜入党后的第一部电影 他饰演的林红是个配角 尽管只有十六分钟的戏份 但将影片推向高潮 非常精彩 他在狱中 纵然被迫害的遍体鳞伤 却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 并以实际行动 影响激励了林道静 林红的扮演者 就是秦宜老师 他在林红旧音那一刻的 人物塑造非常不一般 面对微笑 以对幸福的向往 慷慨赴死 我们从他这一段精湛的表演中 看到了秦宜老师的艺术表现力 秦宜塑造的林红 在当时被观众评价为 是一个每看一遍 都会有新收获的 鲜活的共产党人形象 影片的上映带动了一批青年人 积极入党 林泽徐中的阿宽嫂 海外赤子中的林碧云 当时家喻户晓的秦宜 从不在乎是否扮演主角 只要是塑造人 她就尽全力 姚毛转青海湖畔 九十岁后 秦宜还活跃在大荧幕上 提携新人 甘荡绿叶 再小的角色也是角色 如果每一个角色都能演好 那整部戏就不一样了 秦宜老师凭借她对 表演艺术的热爱 对国家的热爱 现身中国电影近八十年 我们在她身上 看到了一位真正的人命艺术家的 成长足迹 秦宜老师 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杰出代表 她用自己的善良 执着 智慧 以文艺的方式 为革命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 她的影片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满含精神的力量 给人以心灵的启迪 大家好 我是演员胡歌 2019年9月18日 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隆重表彰 为新中国作出杰出贡献 功勋模范 授予42人 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 看着这42个 意义生辉的名字 我感到由衷的敬佩 其中 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艺术家 秦仪老师 我们都来自上海 虽然没有合作过 但冥冥之中 我们很有缘分 2017年 在上海举办的 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上 秦仪老师将她的奖杯 交到了我的手里 那一刻 让我铭记在心 这是秦仪老师 对我们年轻一代 文艺工作者的 期盼和嘱托 今天我们没有 做什么准备 表演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拿这颗心 为我们的老百姓去服务 我想有胡歌这样的 一代 那么将来 代代往下传 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人人有高尚的文化 即使95岁高龄 仍新系表演艺术的传承 这也就不难理解 93岁时 当秦仪决定去青海拍电影 而被其他同仁否决时的 那份执着 大爱跟小爱 你从大爱作想 你就可以克服你这种 小爱的一种男人 是吧 你从大的方面去看问题 你自己碰到什么困难 你就容易去认识问题 你容易去解开自己的不幸 或者怎么样 你就去解开了 这样子呢 你心地就比较 心态就可以更加好一点 他也难得在家里的 在家里的时候 他也就是想着他的工作 比方说剧本的话 这个地方还可以修改什么 那个地方还可以怎么样 总是这样的 所以就也容易开小差了 无论生活如何坎坷 只要有大爱 只要心中有大家 什么都阻碍不了 他前进的脚步 正如他所说 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 我都以激情拥抱事业 这是一支 永远都唱不尽的歌 也只有努力不懈 不懈努力 生命才有意义 小嘉宾 也对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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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